春天了,花都开了 我们去前塘江的白塔公园走走 这里就在六合塔旁边 走进公园,地上有九个十字的地图 这里叫南宋地经 分别代表浙江地区在宋朝的九府 连安府,延州府,渠州府,处州府,温州府,台州府,乌州府,绍兴府,庆元府 往西侧走,这里是公园的主要部分 其主体是一个火车站 原本叫闸口站,是浙江第一条铁路的起点 向北途径的其他站点包括南兴,清泰,耿山和拱城 公园内有大片的樱花树,最近陆续的开始盛开了 你还可以花20块钱乘坐公园内的老式火车 缓慢行驶的火车,陪衬着两侧的花朵,真的超美 另外还要停在铁轨上的火车餐厅 在里面用餐也是很不错的 公园里那些老车站的场景也是拍照很好的背景 白塔公园里这边土地曾经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妻子林慧音也来过 他们从在这里研究这里的白塔 而不远处连通前塘江两岸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这是桥梁专家毛一生设计的 中国第一座双层两用桥 不得不说这片土地充满了传奇色彩